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个字是施 施工的施 施工的施也要注意一下它的笔顺 方字旁的笔顺 先写 横着钩再写撇 注意这个撇的齐比会比较高 指向的这个缺口 就像这个缺口 横低不要太高 很轻斜 就要够往内收 往上够 这个字呢 比较难写 难写的地方在于这个方字旁 方字旁呢要注意它这个方的它的一个 横着钩的竖画和这个撇画的它的一个区别 这个竖画呢会角度大一点点 这个匹画呢会稍微的平一些 另外还要注意这个点和横呢 中间的距离尽量离得远一点点 不要离太近 这是第二个字 我们再看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呢是毛笔的笔 毛笔的笔呢 竹子头我们顺带讲一下 竹子头 然后左边呢会小一点点 右边呢会稍微大一点点 稍微大一点点 变化没有太明显啊 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就好了 像这平平 短痕 长痕 注意这个长痕啊 左边的舒展右边收缩 树弯钩 树弯钩的这个外延上面的 右边的外延上面超过上面 那么这个部分呢 这个横为什么要左边多呢 左边多也就是为了平衡整个字的一个平衡度 和它的一个重心的 那个左右对称的一个关系 那么如果这个很短了 树弯钩这个部分写很长的话呢 整个字的重心太偏右边 从填字格的左右的一个宽窄上来看的话 这边会离得比较远 这边会离得比较近 然后写这个毛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树弯钩的树画超过第三个横之后 这一段树画要短一点点 不要写太长 有很多朋友在写的时候容易把这个八 写很长 这样不太好 这样写的话呢 整个因为上面笔画本来就比较多 对吧 如果下面这个部分写的 下面这个部分显得太过单薄了一点 而且从整个字的一个上下的笔画的一个 它的一个树密关系来看的话呢 也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啊 好 就这个毛字 我们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甩 甩这个字呢 不太好写 这个字呢 最第一个笔画 它是树片会比较长 这横着钩呢 这个树画会比较短 是这样一个关系 如果说我们写用的话就不一样了 用的话这个横着钩的树画会略微的比这个地方 实际上还可以低一点点 但写这个甩字不行啊 横横的间距尽量差不了太多 拐弯中的再出钩 这个甩的是 写这个字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个树画与这个凹痕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距离 不要连的太死 不要贴太紧了 好 这这个甩字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是龟 乌龟的龟 乌龟的龟呢 这个字不要写的太扁啊 稍稍稍得瘦高一点点 这样子 那么写这个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上面这个撇横撇要写的小一点点 高度上拉高 但宽度上面不要拉的太宽 下面这个像田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竖弯钩去掉的话 上面这个部分其实是整体上是偏左边的 和我们前面写这个毛笔的笔 它的一个处理差不了太多 竖弯钩这个部分凹横 整体上面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 要平衡一点 不要往上翘或者往下斜 这个字难度不大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字是绳索的绳 角丝旁 角丝旁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 写这个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它的两个撇折的 它的一个形态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个撇折会稍稍的大一点点 第二个撇折会稍微小一点点 而且第二个撇折这个撇画的齐别很关键 不要写的太上边 不要写的这个上面来了 上面来整个整个角丝旁它的宽度上会拉的比较宽 这样不太好 另外要注意一下这个转折处的它的一个位置 这个会略微偏左边 第一个撇折会偏左边 第二个撇折转折处会偏右边 但是这个提换呢 它的齐别和第一个撇折是差不多的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三个部分几乎是凹进去的 但同样要注意坚决 这个撇折的横横 还有这个提换 坚决上面不要悬术太大 可想 整个字来看的话 还是左边的窄一点点 右边的宽一点点 尤其写这个树弯钩 好 写树弯钩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要超过 上面这个一个外延 好 今天的关于以树弯钩 作为竹笔的六个汉子的分享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观看五味的视频 祝您生活愉快